大家好,我是豆豆 今天和大家讲一个女孩被杀死后 惊意外获得超能力的故事 女主小黑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工作 一天,小黑为救一只猫咪爬出了窗户 就在掉下楼的一瞬间被警察大保救了下来 而被救的猫咪则偷偷躲在了小黑家里 当晚,小黑去公司送资料 无意中发现了公司的秘密 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具有能让人回来 毁容的毒性 长期使用该产品的消费者一旦停用 皮肤便会快速衰老 很快,小黑便被人发现 为了阻止秘密外泄 宝安将小黑逼近废料管道冲进河里 在小黑死后 一群猫咪将它团团围住 原来早上被它救下来的猫并不是普通的猫 而是一只神猫 这只神猫使用超能力将它复活 同时,小黑还拥有了猫的能力 不但身中敏捷 而且还拥有了猫的形性 比如喜欢闪闪发光的珠宝 性格也变得解傲难逊 他紧了短发,骑上机车 在经过白天的珠宝店时 恰巧看到有人在打劫 小黑利用了自己身上猫的能力 成功解决了歹徒 还顺走了几样珠宝 后来小黑产业资料得知 几乎每个时代都会出现 拥有神魔力量的女子 而他们的身边都有一只猫 原来这只埃及猫 具有猫女巴斯特的力量 几千年来 他不断把这种力量 传给经过测试的女人 把她们变成猫女 得知自己是被人害后 小黑便开始寻找仇人 他跟踪保安来到酒吧 将保安骗到后巷 逼他说出真相 而另一边 当初救了小黑的警察大宝 一直在追查珠宝盗窃案 并开始怀疑小黑 昨天晚上 小黑偷偷潜入了老板的房子 撞进了老板娘 小黑告诉了老板娘 公司产品的毒性 老板娘听后 爽快地告诉了小黑老板的行踪 结果没想到 老板坚称自己并不知情 几天后 老板娘打电话告诉小黑 确认了公司产品的毒性 希望能和小黑商量 阻止产品发布 小黑没有怀疑 爽快答应了 没想到却落入了老板娘的陷阱 原来研发有毒产品的 就是老板娘 她不仅杀死了老板 还在老板尸体上 伪造了猫抓的痕迹 嫁祸给小黑 发现自己被骗后 小黑虽然逃过了警察的追捕 但在回家后 还是被大宝抓回了警局 不过小黑凭借自己猫女的能力 顺利逃了出来 此时 大宝正在公司诱导老板娘 说出杀死老板的真相 但却被对方打伤 还好小黑及时出现救了他 并干掉了追来的保镖 此时小黑终于明白 杀死自己的幕后老板 就是老板娘 为了报仇 小黑准备去找老板娘算账 没想到 因为老板娘一直使用公司产品 皮肤变得坚硬无比 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就在小黑把老板娘打倒在地时 奸战的老板娘竟拿起玻璃碎片扎伤了小黑 受伤的小黑抵不过老板娘的猛烈攻击 在紧要关头 小黑拿起长鞭 使用远程攻击 老板娘的皮肤虽然坚硬 但在鞭子的攻击下竟然开始脱落 看到自己惨不忍睹的脸 老板娘绝望的跳下楼摔死了 影片最后 大宝帮助小黑成功洗清了嫌疑 全片结束 本片是美国电影猫女 猫女是美国DC漫画旗下的反派英雄 对女权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